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 把剩下的一块内容去讲一下就可以了 剩下的一块内容呢也比较简单吧 SURF的相关内容就给大家已经是讲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呢 要接下来要去学一个东西 这个是Orago里面退友的 这个是Orago退友的话 就是叫什么东西 Predity 谢谢吧 PL收口编程 花个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写一下吧 PL收口编程 又是要学一门必须语言了对吧 Predity PL 它的翻译文 这啥呀 我不需要讲 我不讲那么久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担心 Predity Predity Language 就讲一会儿就可以了 Predity Language 它叫做过程语言 过程语言 什么是过程语言呢 PL收口编程呢 它是Orago Orago对SURK的一个扩展 它是Orago对SURK的一个扩展 是让我们 就是让我们 能够 能够像在这个 像在 加网中 一样 写这些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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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了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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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还可以 编写 相应的 循环 呃 循环逻辑吧 就是让我们 能够有这样的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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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 还可以去做一些 编写循环的逻辑 就像我们这个 破循环一样 还有这种 外循环一样 能不能编写 这些注架 好 那我们这里面呢 可以来给大家 写一下 它的一个 Predity 是它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语法 是怎样的 Declial Begin 有印象吗 end Declial Begin end 在这里面呢 Declial 这里是 什么意思啊 Declial是 这个单词分 呃 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声明吧 这里面主要是来 Declial和Begin 之间呢 它主要是用来声明 这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Begin end中呢 主要是 干嘛的 它是用来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区域 区域呢 它是用来 呃 业务 编写业务逻辑的 能不能理解啊 好 这个能够理解的话 那下面一个 就可能 这个声明变量 就可能有点麻烦了啊 这个变 声明变量呢 呃 首先 假设我们要去声明一个变量 我们首先要去解散一个变量谜 再写一个变量类型 对吧 这个能不能理解啊 可以 好 如果我们在声明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哎 我们想去给它 我想去给它负值呢 冒号 等号 啊 负出值 这是初始值 这个能不能理解啊 为什么是冒号等号 为什么是冒号等号 等号代表什么 对象 调节拍摊了 那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是冒号等号去负值了 然后这里面可以去写一些初始值 那我们这里面呢 就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吧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是演示一下这个PL收口的它的一个代码块 Declue begin 然后再次end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也是一个 证明一个变量出来 比方说我们去证明一个 证明一个变量i 出来对吧 这个i 我们去给它证明一个什么 怎样的一个变量呢 1 2 给它写一个词啊 冒号等号 我去给它负一个数值 比方说负一个数值 好 然后呢 诶我想去把这个变量3 输出一下 dbms -alt-put 点上一个put -land 这个类似于我们加尔中的dictimout 好 直接来输出一下这个i 啊 这个是不是好谈啊 这是Oracle里面第一的方法 这个是输出 输出语句 相当于 相当于加尔中的 SYSO快递件出来了 好 我们就不继续给它写完了 啊 这个能拖来的时候就要拖来 对不对 好 直接来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那大家输出去哪里呢 在out-put 里面 招三圈输出了 输出来了吧 首先这个结构看懂了没有 这个结构看懂了没有 好 这个桶的话 那我们就是 又进入了 在这里面我们还要给大家讲一下其他的一些数据 其他的一些类型的 比方说如果我们想去查询某个人的工资信息 对不对 如果我们想去这个里面查询一下 查询7369的7369的工资 工资并且打印并且打印出来 这个该怎样做呢 我们这里面首先第一步 我们就是要写这个 declare declare 还有这个begin 还有这个end 那现在我们要来 申明一个变量 不要说我们去申明一个变量 vsell 申明一个变量 申明一个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我随便写 变量的类型应该怎么样写的 那 这个变量的类型 我咋知道这个 我咋知道这个 enp里面的这个sell 它的number是 是number类型还是制服类型的 还是这个number类型的草务有多少呢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那下面应该怎样做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查询 我们就直接是enp 点上一个 然后呢 来一个百分号 type 好 这个就是 就是 证明一个引用型的 引用型的这个变量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写一下 把它直接拷贝到 拷贝到我们这个笔记中 这是证明一个 引用型的变量 这个变量呢 它的类型 这个含义就是 百分号type的含义就是 诶 我 你这个enp这样里面是什么类型 那我这个声明就是怎么样 一个类型 能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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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变量我们就证明好了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 我们下面要做的一个操作的讯息 我来查询一下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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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负值 负值给 V-Sell V-Sell 怎么要负值啊? 贸后两号 肯定不行 V-Sell 我们要去负值的话 我们就是查询这个 查询这个工资 工资 into 塞到 将它塞到我们这个V-Sell里去 这个预法能不能理解啊? 能不能理解啊?理解啊? V-Sell 首先能不能听懂? 可以听懂吧? 好 这个 PL-Sell 第一次电视度有些别扭啊 还好吧 还好吧 来 执行一下 我们直接来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它现在 首先我去查询了这个Sell 然后将它塞到我们这个V-Sell里面 然后呢 我就将它输出了 有没有输出呢? 我们在AutoFooder中去看一下了 是800 就是它这样的一个 生命一个别量 那有些情况下呢 我有可能 我查询出来的结果是一条记录吧 好 查询 T369的 员工信息 员工信息 对吧 我有没有可能去查询它一条记录出来 我把这个记录给它写出来 直接是把上面这个也去去拷费一下 然后呢 前面这些东西我就不去不要了 我直接改成这个C 大家可以看 在这里面我们查询是一条记录啊 我想要声明一个变量来保存这一条记录 那该怎样做呢 我在这里面就首先来写一个declare declare 然后再写一个begin 再写一个end 它里面呢 我们就去首先证明变量吧 不要说我去证明一个变量 vraw vraw 然后内级写什么东西下 咋是vraw vraw 因为我们这是一行记录啊 对象 对象 我们这里面要声明一个变量就是 哎 这个里面我们去 我们是enp这张表里面的啊 然后在百分之后 roll type roll type代表什么 行 行内级吧 这个就是声明一个记录型的变量 一行记录我们把它也拷费一下 放到这上面就是 这是声明 记录型变量吧 记录型变量 记录型变量 好这个写好多呢 那这个 来查询一下吧 好 那我们就是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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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出来撕一条记录吧 那我就是把这个心里面的所有东西呢 into vraw 里面 然后呢 我把这个vraw 参观的内容去做一个输出啊 dbms go outerput 点上一个put go lamp 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大家去记 但是 你首先 你得保证能够听懂啊 信明 再次 vraw 点上一个 直接当做一个对象来处理 点 ename 然后我们再去拼接一个 拼接再拼接一个工资吧 我就不全都给大家输出来了 工资 vraw 点上一个 这样吧 我们把它 选择 实际 输出呢 没有啊 smith工资是 800吧 这也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吧 好 这是这样一道题 那 声明 这个关于这个变量声明呢 大家 就只要记住自己东西可以啊 尤其是不是要关注是这种 type啊 还有rolltype这种类型啊 那这里面这些变量呢 你可以去 我们加码里面 这种像是普通类型啊 加码里面有什么 啊 不是 orgo里面有什么数据类型 你这里面都可以去定义啊 就是这一块就需要注意了 然后再给大家讲 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调 p要射口变成里面的条件判断了 条件判断 那讲完条件判断我们就下课 条件判断 那怎么要去做这个条件判断呢 呃 条件判断 在我们家耳中有 有什么怎样的条件判断 衣服 任 呃 衣服喜欢 好的习惯是n的衣服 写好 然后呢 有else衣服吧 l e ls else衣服 任 else 任 任 对吧 能不能看到 else衣服吧 else吧 啊这个我问他还有个任的 else 对吧 这个能不能看到 来我们给他做一个案例吧 呃 我们首先 dec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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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begin 然后再一个end 分号结尾 只要他做的 在上面我去生命一个变量 假设我在这里生命一个变量 呃 生命一个怎么样这个变量的 呃 那如果 如果 如果 if 任 and if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A级啊 小于 如果A级小于18岁 那我就输出未成年吧 啊 dbms 啊 先不出处 先不出处好吧 所有的结构都写好吧 来 再来 如果 呃 else if else if A级 大于等于18 and A级 小于等于 24 人 那我就一会去给他输出年替人吧 然后 啊 else if a级 大于25 呃大于24 大于24 and a级小于 呃 40 人 然后再else 老年人吧 好我们把相关的输出去快速的写下 写完大家就可以下下课了 dbms 叫out put 点到一个put 叫lan 谁好他说呢 小屁孩 啊这个小屁孩是吧 好小屁孩 啊这个是他 然后如果是 如果是18到24的 年轻人是吧 年轻人 如果是24到40的是不是就冲击人了 啊 老子鸡 啊老子鸡 对吧 最后又不是老年人吧 丑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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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啊 一辅 一辅 这些判断 注意这个else一辅呢 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少了一个一吗 这个东西 它定义是这样的 它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那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 如果在这里就写一个这个写这样的一个符号 符号 然后再写 比方说随便就写一个ABC 随便写一个AA 写一个AA 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的是他弹出了一个框 客户端的一个技术 他弹出了一个框 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变量你是AA 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他输出一个值 比方说我去给他输出一个45 他是不是就是老金人吧 这是客户端的一个技术 就是写上这样一个符号 就是让我们在 直接这个代码的时候 他弹一个框出来 让我们去选择 选择那种A代表是这个变量米